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早前爆出陕西千亿矿权案法庭内部文件神秘失踪一事后 案件主角之一 中共最高法院法官王林青至今下落不明 崔永元1月14日傍晚突然在微博表示可以和王林青一起死 背后意义引关注 崔永元在微博贴出自己和王林青的照片 并写道像不像亲兄弟可以一起死 2019年1月14日崔永元 记责留言随后被删除 但被网友截图并在微博上不断流传 不少人追问究竟发生什么事 认为崔永元留言背后必有目的 崔随后回复说我希望大家作证 当年成审该案的王林青曾在事后拍下自述视频 来以防补测留下证据 之后既有传言指王林青已经失踪 财新网早前在其官方微博引述接近王林青的人士透露 网于1月3日在中共最高法院露面 之后便被带到法院附近一家宾馆接受一个调查组的讯问 之后去向就无人知晓 陕西千亿矿权案是一起民营企业与陕西官方机构的矿权纠缝案 案件发生在十几年前 却被崔永元在去年年底突然在微博曝光 更值得关注的是 崔永元指案子最大的黑洞不是丢卷 而是先有判决书后才有开庭审理 并直接点明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刘强带头犯法 称最高院有贼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两年至今无下落 习近平主席说 要让民众从每个具体案件中体会法律的公正 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刘强都带头执法犯法 以让老百姓有何盼头 在中共对言论严加管控的当下 最终丑闻的相关消息和评论 且基本上都被放行 官方媒体甚至也加入了对该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崔永元还公开称自己的后台特别硬 这引发猜测 此事被曝光的背后 是习近平与中共政法系内部政权之间的角力 希望之声韩媒夜文综合报道